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么的凶猛 多么的可怕 下面是滔滔的洪水 社长要来告诉我们 这次的超过五百处淹在水底下的 这些古迹 古建筑 古文明 有多少是到现在 科学你没办法解释的事 对 经常我们知道大陆官方宣布说 到目前洪灾已经有五百处的古迹 是淹到水下面 有的已经冲毁了 有的已经冲毁了 有的淹到水下 几年之后或几百年之后 会不会造成一下我们讲水下遗址的一个出现 那在中国其实 你不要以为水下遗址很少 其实水下遗址还蛮多的 有一个最神秘的一个地方 最神秘的水下遗址 而且最神秘的古城在哪里 在云南 云南 什么地方 云南有一个湖叫虎仙湖 虎仙湖 虎仙湖在哪里 在银贵高原上 在云南上面 它等于是蓄水量最大的一种湖 它比泰伍还要多 还要大 那在1992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 1992有一个潜水专家 这个人他有一个外号叫水鬼 因为他也会潜水的叫水鬼 他到云南这个虎仙湖 他经常天天叫他讲说 虎仙湖有移民去捕鱼的时候 有时候下网会捞起来 好像是类似古代那种建筑的 那种石块什么东西 陶罐 他就潜水了 你看他一直不断在抚摸的这一些 这个人叫耿胃 耿胃他下去以后 他后来下了这个虎仙湖下了八次 下了八次去看1992下去 他上来以后拍了一些影片 这个就是他 拍了影片以后 他说虎仙湖里面真的有古文明的存在 有一座古城存在这里面 水底下有一座城 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古城它有拍出来一些古代的 你看这种东西像石墨没有 中间有一个开一个枣孔 这个绝对不会是自然发生的一个产物 它是磨的那个储 对 有点像石墨那种 对 然后他拍了一段这个是那个 他说有一块像我们讲说像人行道一样 你看大概300公尺长用石块叠出来 300公尺长宽大概7公尺 这个石块 另外你看这边有很多的这种 像这种遗址的那种遗迹 这个虎仙湖虎仙湖你看它其实在云南 它很大 它像一座海一样 水非常清澈的一个地方 所以神仙到这边也会留恋 所以叫虎仙湖 那它最奇怪 我说这个湖为什么叫神秘 就是一个沉下去而已 这个它进去以后上来 它讲了一段话 它说里面它看到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恐怖 它用恐怖形容 对 这个虎仙湖里面有所谓的水底石库 里面很多大体 而且大体到现在为止没有湖烂 那些大体泡在水里多久了没烂 因为我们知道虎仙湖它大概 深度大概80公尺 平均水深80公尺 算水深很深的一座湖 它仅是以在中国仅是以长白山的天池 它水深80几公尺平均 所以它那个80几公尺底下 那个水流动很少 缺氧 缺氧 而且水压力大 所以很多维生物续菌 没有办法在这边生存 像我那样奇怪 泡水没烂 没烂 所以这个尸体保存得相当好 而且它很奇怪 它觉得非常奇怪是 燃泥分开 这些尸体燃的人 燃得在水里面 它是大体是往前傾 对 往前傾 然后你的呢 你的大体是往后仰 是 燃得往前傾 你的往后仰 很奇怪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有人说是很多医学分析 说是脂肪值不一样什么东西 它里面竟然发现失库 怪 对 很怪 所以刚才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另外好 既然有这种海底遗址 那它就开始用这种扫描 扫描 你看它扫描出来 这个有山座这个像 感觉像金字塔也没有 旁边还有一种轮廓 这个是椎状体 对不对 对 椎状体 这个椎状体你把它放大出来 大概就这样 水底金字塔形状了 它是真的金字塔 金字塔 而且藏扬出来大概高21公尺 21公尺大概现在七层楼高吧 古代它在这边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古文明遗址 那这个东西后来你知道 大家会在找文献 文献报 这边到底有没有什么样古层的存在 对 后来在文献里面找到两个很短的一个记录 一个是在帝王年表里面记载说战国时期离现在刚好差不多两千三百年前 战国时期当时有一个楚国叫楚庄王 楚庄王他有一个部将叫庄翘 庄翘他当时曾经带领部队 云南叫田 田王建立一个古天国在这边 那后来你知道他建立了以后 他要享受又盖了一个骊宫 我们讲行宫 是避暑的一个行宫 就盖在这个虎仙虎旁边 前减短的这么一段文献 就算是这段文献我们所能描绘的 曾经有一个王国存在过 然后来到湖边避暑 OK 怎么会沉到水里去 对 第一个后来那这个古城叫古天国 对 司马迁史记里面也有写到这一段 说在这个大池 云南这个大池 大池塘的大池 其实这个武仙虎以前就叫大池 也叫龙池 对 大池旁边有一座这种所谓的古城 叫鱼眼古城 鱼眼古城 但后来他很短的几句话 后来从司马迁之后 没有任何文献再写这段话 那其实这两段是不谋而合 对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国度在 后来你看考古学家 当然也去打捞 打捞到这个叫田王之印 这个印云南的那种地方很多蛇 其实那个印上面这个蛇的钮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确实这边有武天国的一个存在 田王金印才会这个印章 他来过 来过 对 至少在这边建立过 那为什么后来消失不知道 在唐朝以后就没有任何文献记录 所以考古学家提出两种讲法 一种是地震 地震那个整个山体滑坡陷落下去 这个古城沉到水里面沉到胡仙虎里面去 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一样 水灾或者说那个水位上涨 胡仙虎的水位上涨 上涨到后来把这个古城淹没在底下 所以这个无论如何都是天灾 要么天摇地东地震 要么水位涨上来 但你怎么去解释 男的往后仰 女的往前倒 这样其一 几乎讲其话一的死态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是一个谜团 它只能列为谜团 没有办法用科学去理解 为什么男的前情 女的后仰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神秘的地方还不止这个 这个虎仙虎它很神秘的一个地方是 它里面 里面我先讲这一个 这个叫戒鱼石 戒鱼石 这块是什么盆呢 这块石头我们叫虎仙虎 它其实是一个像这个虎仪形状很大 它中边有一条像小河一样的通道 连着这边另外一个小湖 叫星云湖 星云湖 连着 这边这个通道 它其实是两山之间的一个峡谷 变成一条小河 这条河叫隔河 很奇怪 叫隔开的隔 隔河 河是这个河流的河 为什么叫隔河 这个 这边隔河这边就有一块石头叫戒鱼石 它所有的虎仙虎的这个鱼 它的这种鱼叫抗浪鱼 因为虎仙虎的浪很大 那只有一点小鱼可以生存 叫银色的身体会发亮的鱼色 叫抗浪鱼 会抵抗浪 抗浪鱼 但星云湖就比较小 而且星云湖水比较平静 水位还高这个虎仙虎高9公尺 那有一条这个小河水位可以相通 那照讲河相通 两边的鱼会互相拜访 你来我家我去你家 跑来跑去 但它不是 虎仙虎的鱼 这刚刚来讲这种银色的抗浪鱼 只要游到这个河的中间 刚好是戒鱼石这个地方 不越雷尺一步 他觉得我是从这里来的 我绝对不会游到这个小的地方来 对 这是国境之难 我到这边我一定往回走 一样星云湖的鱼 到这边来到这个戒鱼石这边 它也会往回走 我跟妳说山不高水没落 大头鱼很大 这边湖仙虎的鱼很小 大龟大小龟小 你家龟你家我家龟 老子不相往来 就是这些 这看浪鱼它绝对不会越过雷尺一步 对 你看它这样出来 银色的很亮 对 它到这个戒鱼石这边 它一定往回走 是 跟星云湖的鱼 大家老死不相往 基浅相闻 但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科学要怎么解释 我到这边 对 也没有办法解释 我不能理解 他们有的用科学去解释 是比较勉强 他们讲是说两边鱼的习惯不一样 因为虎仙虎的鱼水深 但浪大 浪大它会捡起湖底的那种 比较算那个微生物 微生物杂质 所以小鱼可以在这边吃 大鱼就很难生存 刚才说底下水 含氧量不够 是 那那个新鱼湖就不一样 新鱼湖大鱼有微生物 有那个吃 可以吃小鱼 吃藻类很多 所以新鱼湖的鱼 在那边有它生长的环境 五星湖的鱼有自己生长环境 互相不业界 业界的话就很难生存 只能做这样一个解释 这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 这边叫孤山龙宫 它的名字取得都很特别 孤山是在虎仙湖里面 中间的一个小岛 那这些小岛很奇怪 这些小岛底下 有那种所谓像那个 像那个洞一样 岛底下有那个 龙洞 龙洞 那为什么叫龙宫 龙王最大 鱼一定要来各种 鱼类要来朝拜 它很奇怪 这些鱼经常往这个方向走 就游到这个孤山龙宫 钻到这个洞里面去看龙王 但进去以后就出不来 虾兵蟹这样来到龙宫 有去无回 有去无回 所以他们说去朝拜龙王去 所以就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孤山龙宫 另外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它这边有那个像刚才讲说 五星湖有那个小岛 其中有一种大岛叫青岛 其实他们曾经那个鱼鱼在那个 湖上划要捕鱼的时候 看到有很大的像树木一样 像树木一样 那是什么东西 结果他们以为是树木 结果划过去一看 这个鱼的背脊露出来了 其实不是树木 这么大 叫青鱼 它到底有多大 不知道 从哪里来不知道 虎兴蟹刚才讲 通常都是小鱼 唯一的一种大鱼 刚才讲大鱼很难生存在这边 但它唯一生存的就是这种青鱼 很大像树木一样 这是其中一个米 另外刚才讲说 这个地方 我们讲磁场异常区 磁场异常区 这里也是吗 胡仙湖也是 它那个所有 你那个飞机经过上面的时候 它所有的那个导航仪器 全部会受到干扰 严重干扰 会失灵 所以这边经常 其实胡仙湖底下 也埋上很多的这种所谓 归行器 所以当你如果讲到了 这些所谓罗盘 这些指南针 指北针 来到这地方 它就想不到 而且你知道 我们以前曾经讲过 澎湖白木打 澎湖西南边 这边有一个海域 有一个白木打海域 那个海域你看 它飞行脸形容说 第一个 飞机道上面上空会 裸盘失灵 第二个海边会有强光出现 浮仙湖也是一样 会有神秘的光丸 这个吗 对 没有错 它湖里面会射一种 很强的光出来 有时候会看到 有时候你就看不到 到目前为止 科学也是无法结束 所以到现在为止 古鲜湖总共有七大谜团 一直存在 关于亚特兰提斯之谜 我们很想知道 可是我们永远猜不透 今天晚上社长 要带我们来看到 最近又有一个 居然跟2400年前的古书寓言 如此呼应 让人觉得真实的感到害怕 对 镜像 在西方世界 他们讲说 有一块失落的一个文明 这块失落的文明 大概已经找了2400年 连我去年 又会都去找了一次 这个是哪里 是希纳克里特岛 跟麦西里文明的一个手带 对 欧洲文明之母 就在这个地方 是 我去年六月去跑了一趟 那就是寻找所谓亚特兰提斯 有人讲说西方世界 欧洲世界的文明之母岩 在麦西尼或者米洛斯文明 米洛斯文明的更上去 就是亚特兰提斯留下来了 所以大家都在找 柏拉图他曾经写过两本书 叫提麦欧斯 提麦欧斯跟克里亚斯 克里亚斯跟提麦欧斯 这两本书是记载 柏拉图记载他的老师 苏格拉底 跟这两个学生对话了 对话的一个对话录 柏拉图把他写 这是他的手稿 柏拉图的手稿 手稿 他说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高度文明 那他怎么去描述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文明一定要有一个地点 这个地点 他写在大西洋中 大西洋中在哪里 在海神 这个就是海神破在东 海神跟一个叫海克利斯之柱 海克利斯大力士 海克利斯之柱的一个对面 有一个亚特兰提斯 这个高度的文明 OK 那提到了海克利斯之柱 海克利斯之柱在哪里 西班牙的直部罗头 那问题来了 西班牙直部罗头 他写对面 他没有写得很精准 不但有时候写东西 对面 南跟北也是对面 那如果西班牙直部罗头 东西对的时候 刚好对应在大西洋这一块 那如果是南北对应 西班牙比南边 刚好西非这一带 所以多有种 多有可能 多有可能 这个图是一个复原图 就是说根据他的 柏拉图的一个描述 把这个亚特兰提斯做 他是一个同心眼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当时在 在发展出来的 有几十万人住在这边 同心眼总有三个环 这边第一个环 一个环 两个环 三个环 三个同心眼 环跟环中间 是用运河 运河把它围绕起来 围绕起来 所以你必须要跨过运河 你从内环到第二环 到第三环 你必须要很大的桥梁 整个像辐射状的 你看这边一个很 这个辐射状的 就是他的桥梁把它连结起来 整个外围地区 才是居民 一般的庶民住的地方 王丰贵族住 这种所谓三环之内 那先生我问你 这个所谓的 示意想像的亚特兰提斯 曾经存在的样貌 是我们后来的人脑补出来 根据2400年古书 脑补出来的 画出来的 真实世界有找到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建物吗 对 刚才讲这三环之外 北边你注意看 这北边 他描述的是北边有山脉 南边是靠海 靠海 地点都描述出来 那这个文明高度高到什么程度 他说这个文明里面 那个地砖铺的是黄金白银 墙上铺的是黑色跟红色的 这种大理石块 听起来就越来越不真实了 我记得在 对 所以我们讲 它可能是一种神话 其实这一块除了柏拉图提到以外 其实有一个比柏拉图更早的一个 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 西纳历史学制 西方历史学制副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他在写历史 跟写波西战争的时候 你要读历史 不能不读这一个人的书 他是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人 他其实也提到亚特兰提斯 他也做这样的一个素描 包括后来劳普林尼自然学家 就旁边灭亡的时候 他也跟着灭亡了 那个老普林尼 其实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OK 那这样地方 他其实一个很详细的记载 他说这个三环 三环的直径大概有多少 直径大概23.495公里 大了呀 这样的一座城池 对 这是主要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一个首都 一个首都的一个中心点 23.495 好 这个数据出来了 形状也出来 地点都出来了 OK 大家都开始在找 包括我去远去西纳去看了一些地方 那后来到1965的时候 美国的一个双子星计划 他卫星打上太空的时候 从太空中往地球一看 不得了 在沙哈拉沙漠 因为你如果人走在那里 沙哈拉沙漠 你如果走23.495公里 你走在旁边 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圆形 你只能看到一些土堆 从太空中照下来 照到这个东西 沙哈他们称为在沙哈拉之眼 沙哈拉沙漠之地面 有这种你看圆形的 环形的 我们把它换到这边来 这种环形的 三环 也是三环 跟这个有一个呼应 呼应得非常像 这是最新的一种讲法 那第二个 OK 地点在哪里 沙拉沙漠 它在西徽的一个地方 叫毛利塔尼亚这个地方 毛利塔尼亚西边 这边靠海 刚好这个地方 南部 北部也有山 也有山 地形上也很像 形状也像 所以有可能这一块 是现在讲最新的一种 可能性最高的一个 亚特兰提斯斯座的地方 那刚才讲 有一个数据 不是很老找吗 柏拉图 柏拉图对 讲说23.495公里直径 那这个东西已经出来 仗扬一下就好 所以很多地时协家 科协家往这边去赶 我要头皮发麻 这个一比就一翻两瞪眼 一翻两瞪眼 结果你知道吗 海外人对比出来 这个中心 这个环岛 这个中心岛 是五个stadium stadium是什么东西 是以前吸纳的一种 丈量单位 他们叫丸尺 五个stadium大概多少 一个stadium是185公尺 所以中心大概将近925公尺 这个中心的环 是 直径23.495公里是多少 它是127个stadium 对 柏拉图写的是127个stadium 127乘以185公尺 一个stadium是185公尺 等于23.495公里 OK 这边丈量出来这个环多少 多少 23.5 差了0.005公里 等于0. 多少公尺而已 不到 5公尺 对 凶步 直径既然 已经几乎是完全百分之99.9 接近了 你如果说一个地方 他要讲巧合 他不敢巧合 你如果说23.5 变成21点多 差1 2公里 你还有话讲 他差到0 等于刚才讲 只差5公尺 23.5公里 差5公尺 这几乎是完全 吻合的一个状态 环钻的东西也 也吻合了 直径也吻合了 再来 这个高度文明刚才讲 他的城市用很多金银铜 金银铜 OK 这个毛利塔尼亚这个地方 这个沙沙拉 沙漠之眼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毛利塔尼亚 现在的所谓 矿子的一种探勘 他是前非洲 产金 产银 产铜 第二大的一个国家 另一项矿产的呼应 对 他从地质也去印证 从地质上印证 他是非洲第二大的 所以这个地方 确实他有足够的金 跟银 跟铜 以前古代叫三桶 加一个三桶 三桶 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等于说古代 他这边不滑这种矿产 只是古代有这种文明去 开发跟提炼出来 来布置这样一个城市 那我们讲说 在寻找这个亚特兰提示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大家从海里面 挖掘了很多宝贝出来 很多我们很难想象的 所谓的另外一种高度文明 或者是一种天外文明进来 在波罗迪海这边 这个是2001 波罗迪海这边 曾经发现过 发现过 当时是Google Ocean 拍这个海洋的时候 发现这个海洋 90公尺的深处 底下有一块 这种圆形的东西 有这种 这个圆形的东西 你把它看清楚 它跟电影星际大战里面的 千年之音号 这一架 你把它对应 或者说从这边看 没有 这个情况 对应非常像 是 他们说这简直就是千年之音号 是 你看 你把这个转90度过来的话 这个凹槽不就是这个凹槽 对 它所有凹槽 原型的版都很像 是 所以有人说是千年之音号 根本就是根据这个 或者说一种很神秘的一种巧合 我不知道有缘 刚好对应上 对应上 那这个东西在海底 它也是一样 超乎我们想像是 后来 有一 有一对那个OceanX 这个是一个海洋探勘号的 一个专家 他们就去找 找说 既然拍到这个 他们去找 后来才发现 进去又丈量 这个在海底 90公尺的地方 这个研盘 海底90公尺的地方 它直径 它竟然达到60公尺 比波音747 海大的一个研盘 大家会讲 那可能是海史地形 侵蚀出来一块石块 但没有 他们去了两次 第一次去的时候 靠近潜水 靠近这个地方 200公尺左右 发觉会头晕耳晕 会有呕吐感 不舒服 所有旁边带的遗器 全部失灵 它不让你进入 它不让你闯越 对 然后他们就开始丈量 这个直径就是公尺 这个它等于说 它好像滑行的一个 在海床上留下滑行的轨道 其实这个有两个 是 滑行的轨道将近四公里 将近四公里 所以它是一个滑行 好像降落 停在这边的 故障的 怎么样不知道 所以他们第二次再去潜水 在过去的时候 在过去的时候 去挖了一块 挖了一块 这个所谓 大家要讲 你是岩石 根本是海史地形的 挖了一块东西 等于它的一个样本 样本 起来又一两不得了 金属的 是金属 所以你现在想说 如果它是海石的 地形是石头的话 第一个我怀疑 它怎么可能雕刻得这么公寨 结果果不其然 它根本是金属 对 金属 金属 里面含有钛 含有蒙 还有铁 所以它已经印证 这个东西 它是金属做的 金属做了这么大的东西 岩盘形的东西 你一定会想到 境外文明的幽符 所以他们你看 他们其实去的时候 第一次你看这个放大 这个盐盘放大 这边有两个黑黑的 它其实是这个 所谓千年之音号的一个路口 一个路口 他们过去的时候 这边其实有两个门挡住 有两个铁门 等于说要隔绝 现在敲开没有到现在 对 现在敲开了没有 没有 因为他们当时就想打开 我打开进去 看不就得了 里面有什么仪器 你没办法打开 因为海底90公尺 里面的水压太大 太大 这个铁门 你去用潜水的方向 你除了借助机器 是 机械的东西 你拉不开 所以他们只好 取了一个样本回来 后来一两 确实也是金属的 而且它释放出 所谓干扰的这种电信 那种干扰的东西 到现在还存在 那这个东西 到底波罗底海底下 留下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时候 降落在这个地方 没有人知道 只是说 在寻找亚特兰提斯的过程 以后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讲 在很多海底世界 就是因为要寻找亚特兰提斯 突然去发现 很多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一些科技 或者说一些 一些我们的 失落的一个历史 那这个千年之音道 就是其中之一 是什么时候 的 这些人 就会有这种 词词 的 词词 的 词词 的 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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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